大家好,我是大象 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明天是补1月1号的放假 所以明天是休息的 有5、6日三个休息日 所以今天是卖压是会稍微大一点的 因为并不是那么多人都喜欢拥有三天的变数 很多人做投资不喜欢变数很多 其实大家都不喜欢变数很多 因为这就是不确定性就是风险 有好有坏一翻两瞪眼 下好理所 持续见证历史 加权指数18291 这个基本上它就是这样走出去了 这个波段已经走了 我们是讲最近的涨势 大概走了7个交易日 走了大概五六百点 目前看起来没有掉回来的迹象 量能是在外资放假的情况下是没有放大的 是很温和的 所以是很安定的 大部分的人都在厂边上不了车 一切等到明年再占 这个走势是OK的 OK的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明年1月 大概就是一样是多头行情 贵买指数一样 贵买指数也是走的相当的整齐 一路这样走来始终如一 量能都没有明显放大 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参与到 这也是我之前YouTube讲的 史上最无感的万八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很多人大部分都套牢了 套牢的鬼人是非常多的 或者是现阶段他没有办法聚焦到球星 聚焦到重量级的标的上 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讲最近会涨的标的 基本上就是那一些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会涨的标的 你会发现电子类股其实是比传承类股多很多的 所以资金集中在电子类股 那如果是传承类股的话资金会集中在哪边呢 就是这边 你会看到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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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正很赢 就是金融类股最近的涨势是非常强的 还有就是化学类股 不过化学类股不是纯化学啦 都是切入到半导体相关啦 所以他算是电子类股的旁枝 那现阶段涨的最整齐的 也不说最整齐啦 就是说比较有一致性的大概就是落在电子类股 电子类股从上面的半导体应用材料通路 以及这边的PCB和网路通讯相关 以及游戏 游戏今天又表现得很好 然后这边还有一大堆的连接器械 当然今天看到并不是那么红通通 因为最近的走势都是震荡的 都是有一些压力会有一些波动的 并不是那么简单操作 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 昨天是为大家介绍半导体设备 今天我们要再复习一下 然后再讲一下半导体通路 现阶段就是半导体啦 但是不是像之前一样的半导体IC设计 IC设计最近是休息 是半导体设备 首先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再来今天的新闻嘛 不是要华为要找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 半导体的台积供应链合作 可能又要有华为的单子 但是这种东西会不会被美国打压呢 这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还是边走边看 边走边看 那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半导体设备厂 首先是油田 油田是一大堆的检测设备 一大堆的检测设备 这是我们之前就讲过的 LCD和PCB的检测设备 它算是半导体相关的 但是也可以说不纯 所以它长势是没有那么整齐的 但是它波动性却是相当高的 这次操作难度是非常难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啦 不是那么容易的 再来是星云 这个即将被我从这边拿出 因为这边已经到了100元了 100元会被我放到这边高价 然后还有大宇之一样 今天这两个会在尾盘的时候移除 移除这个页面 星云 星云 星云是半导体的设备厂 半导体的设备厂 这个走势就是 你不晓得它会这么强啦 买进去才知道它是这么强 它是半导体的光电制造设备材料 现在涨的股票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半导体然后细晶圆相关 不是细晶圆啦 晶圆相关 晶圆相关 细晶圆最近是呈现休息的态势 但是仍然是非常OK的 非常OK的 再来日阳 日阳是 日阳的股性也是稍微比较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顺 刚刚星云是不是很顺 这里的日阳就是做真空相关设备的 它就是会停一下会停一下 这也跟它的价格是低的 参与门槛是比较没那么高的有关 太多的一般组成分子都会参与了啦 一般组成分子都会参与 但这也没有不好 休息一下未来表现怎么样才是重点 它这种波段已经长出去就是要一直长啦 要不然就不长出去的话 很容易短线客就下车 一下车引发连环卖压的话 可能就掉下来 掉下来的话就是波段走势会结束 群益这是我们之前就一直讲的 这种股票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它一直涨一直涨 哪怕我上引线都不要太紧张 这种股票对它而言 它就是这种行进的模式 是它的关系 它是PCB的制成 PCB的制成的群益 群益 但这股票成就量有点小啦 并不是那么容易参与的 这样成下来的话 大概是落在不到2000万 不到2000万 姓红柯 姓红柯 这也是最近抓出来的啦 昨天大概都没有介绍到这些股票 因为它就是没有被我找到 没有被我找到 那当今天被我找到的时候 又有一点点涨幅过大了 不好切入的情况下 所以这种股票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所以跟着主力走 似乎比较容易抓到进场的模式 但是重点是它什么时候发动 你也不太容易抓到 反正各种操作模式都有各的优缺点 它是高科技产业的产物工程的 提供一些解决方案的 解决方案的 姓红柯 这个再长一天的话也要被我移出这里 变成百元俱乐部 姓红柯 好 再来是蓄灰硬材 这波动性是非常大的 蓄灰硬材是做金属遮罩的 是做金属遮罩的 它的应用层面大概就是半导体相关 半导体相关 反正最近就是 这些标的长得是非常的整齐的 还有一些 最近表现得也很好的半导体相关的 比如说6196的凡轩 他在11月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出来了 然后经过了整理阵 整理阵 整理阵 然后再长出去 我们现在看是这样子 但是你在整理的当下 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因为没有人知道整理完毕会怎么走 是最近他又这样长出去才知道 好 这是凡轩 凡轩是很纯的台积电供应链 很纯的台积电供应链 它是落在设备制造和无程式工程相关的 都有 它就是最最纯但是是最杂的 它的产品很多元化 多元化 然后半导体设备厂大致上是这样子 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还有一些漏网之鱼 漏网之鱼 一定要帮各位全部给抓出来会是比较好的 会是比较好的 好 还有 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那这个漏网之鱼应该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啦 中砂 中国砂轮 中国砂轮是做再生金元的 再生金元钻石碟相关的 一样震荡完之后再长出去 其实你会发现在这里的过程中 其实是跟油田是很像的 刚看到的35油田是很像的 是很像的图形 只是它后来是这样子是没有人想得到 那结论就是你要不要去尝试而已 有可能不是这样子 有可能就是掉下来是有可能的 至于会怎么样要做了才知道 做了才知道 好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原本想说要帮大家把 帮大家把什么 把那个什么东西 半导体通路也介绍一遍 通路也介绍一遍 但是通路的标的也是非常多 也是非常多 我们来迅速的浏览一下 通路标的也是非常多 所以能够做到哪边就做到哪边 比如说2347的连墙 大家知道连墙穿的衣服就是监狱装 黑白条纹监狱装 斑马装也可以 连墙 不过这些股票 它就是刚看到的设备厂 它可能具有爆发力 但是这种半导体通路商材料的 它就是慢 它成长性就是低 但是物科否认的 它是一些很赚钱的公司 然后再来所罗门 这个网友戏称所罗门王 这样子长势当然是所罗门王 角度这么陡 你绝对不会想象到 它是半导图通路代理商 真理强 名字取得很佛心 你比较强 自己没有那么强 这个一样通路商 文页 文页是跟大连大比较相关的 之前大连大要吃文页 闹得沸沸扬扬的 像看起来大连大入主之后 是比较好的 文页 建达是威胜集团的 最直接想到的就是 元宇宙的终端消费商 终端的产品通路商 建达是出奇蛋 再来昆场 昆场就比较复杂 我这边的成交量是黄色的话 是当充量 当充量是非常多的 也就是说 其实这么便宜的股票 却充施着这么多的当充客 不是很好 真正应该这么说 有能力的当充客 或者是比较厉害的当充客 它是会往高价走的 因为它必须一张就搞定 而不是要十几张 二十张才搞定的 因为它的单笔投注资金 是固定的情况下 它会往越高价的越好 所以这个讲白一点 组成分子更复杂了 更复杂 然后全达 全达在最近 这个111章 这个我没办法评论 没办法评论 通路商 然后还有一家 比较稳定的通路商 是智商 智商 这都是慢慢来的 半导体通路商 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些 我们讲的这一些 我们做个结论 结论就是 现阶段的资金 大部分集中在 半导体的设备和通路 半导体的设备和通路 设备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 通路的表现是比较温吞 但是走势是很明确的 那 加权指数持续着见证历史 这边很多投资人士 赚了指数赔了价差 因为一方面套牢的股票一大堆 再来是没有资金 再来是不知道怎么样 投注到好的标的上 那我们的视频提供给大家 比较强势的类股和族群 那加权指数是波段走势持续中 量能温和 贵买指数 波段走势更强于加权指数 量能也是温和的 显示着这边一切的一切 都是筹码面好 技术面加 这边真的是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我是大象 我们明年见 明年见